昨天我們學會的朋友請 非常榮幸有機會跟大家來討論 交換一下意見 然後跟你們講一下我自己的經驗 跟對這個處置方面的看法 當然主要是從美國的觀點來看 因為我的工作經驗都在美國 所以對於其他的國家 尤其是歐洲的國家 所以我沒辦法對於其他的 同種的國家的主治化和尋常指的過程 如何更能夠深入的方式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 比較偏重於美國高階最終主治場的 尋常指的過程的進步 然後為什麼對於雅各大三所計畫 為什麼會決定成美國的主治場 詳細長指要等到後來申請主要等過程 然後我們最近的現況給你們介紹一下 我先講一下這個去編 我先講一下去編 然後我也在台灣警察大學教了四年 然後我現在在大部分的大部分 交也是有關這個 我會要用柔軟軟軟軟的 組織的課程 就是說已經發生的過程 跟已經在美國能源部封開的消息的事實 那我如果講到有個部分 是我個人意見的時候 我給你提醒一下 這個是我個人意見 不代表不是已經發生的事實 那我先講一下 例如說我講的東西 你固定的是完全同意 因為每個人可以 尤其這個 柔飛道的 整個處置的過程 每個人的看法 想法固定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希望你們 在聽我講的時候 能夠比較 比較open minded 就是說你可以 聽我的想法 但是你可以 聽的時候 採取比較 英文叫做 criminal feeling 判斷性的思考之外 不是說 你聽了 就覺得我講就是對的 你稍微想一下 就是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的話 你再提出來 或者跟你的想法不一樣的話 你再提出來 這個美國這個 這個高階廢料 這是handle waste的問題 其實在很早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注意到的問題 因為美國 第二次室內戰的過程 後來製造發展的核武器 發展核武器的話 有一個核武器 美國有兩個不同的人子彈章 是用油的濃縮的製造 另外一個是用燒過胡蘭料 在厚處理產生的補 體驗出來補進做核武器 所以兩種不同的雲骨蛋 所以它厚處理的時候 好像台灣叫做再處理事 對不起 大陸叫鳳處理 這個過程就產生很多高階廢料 所以在1950年的時候 1950年的時候 這個Glenn Seabord 他是 在沃中沒有講 然後也得了 也當過大概有十年多的 美國原子能文匯的主任委員 他那個時候 美國那個時候 開始要把核能技術轉換成民用 那個時候 因為美國艾森浩總統 講了一句話 我不曉得明白 叫做Atoms for Peace 在聯合國大部裡面 講得了Atoms for Peace 都希望美國能夠把核武器方面的技術 有一部分把它能夠轉換成民用 去發展核電 那個時候 美國就開始要提倡核能的技術發展 可是那個時候 Glenn Seabord就有個遠見了 因為他那個時候已經發現 美國的能源部 原子龍會 已經有很大量的高階廢道 還沒有處理 就是因為 再處理以後 要提煉這個布的時候 產生的高階廢料 怎麼處理 還沒有一個決定 所以他提出來說 如果高階廢料的處理方法 沒有辦法解決的話 有可能就會限制到 和平用途的方法 所以1955年 1955年 1955年這樣轉起來 大概60年 60年前 60年前當然就是說 不過他這句話 並沒有實現 第一個就是 核能還是 沒有解決高階廢料 沒有解決還是繼續發展 蓋很多電腦 那高階廢料還是 到現在還是 沒有一個完全解決方法 這個 美國原子龍會 1957年的時候 1955年的時候 就 這個 注意到這個 高階廢料怎麼樣 處理 最終處理的時候 他就委託美國國家科學院 National Capital Science 類似台灣的工業業 去組織一個小的委員 去探討美國 怎麼樣去找 最終處置的 適合的 那個 演員 那個時候的報告 就是說 提出來的結論就是說 美國有很多 陳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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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在地質上有一種 演講叫做Sort 陳狀年 這個陳狀年的話 它的特性就是說 非常適合 高階廢道的追蹤處置 所以他就可以報告出來以後 因為他有很多特性 這個特性 我們就講這個地質特性來說 下面這幾個特性都是 從地質來說 都是 可以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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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剛剛跳 應該是 OK 可以跳 可以跳 所以說它有這個 非常不容易水滲透的特性 它非常密的 在那個地質裡面 這個鹽的 鹽的 鹽的 鹽的特性是 它的 它那個 那個 水不容易滲透的特性 是最密的 所有鹽的 很最密 大概差不多是跟那個 黏土差不多 比如說它比那個還好 那它還有一個Selt 就是說你如果是有破碎的地方 然後隔一段時間以後 受到地 地層的壓力 它會把這個破碎的地方把它 把它 把它 迷不起來 所以說你如果把 鮑鮑飛到洪地區的話 隔了幾百年 它就會把那些空隙 它都封閉起來 就等於是跟那個 地球圈隔離 也跟人的生物圈隔離 所以它那個時候的結論是這樣 所以 美國那個時候裡面的人 會就 得到這個報告以後 就非常的 有信心 就是說 在1959年之後 他們就 就 定了一個 可能的 一個行程 就是大概差不多 二十年之內 在1970年 年底之前 就有可能會 可以開始 做這個 高隙飛到洪出資 跟這個超幼飛到洪 因為你們這個 做核武器的時候 咱們很多超幼飛到洪 所以它就開始 做了一些 初步的一些 一些 實驗 當然那個時候 沒有做什麼 長什麼衰選 但是先做一些實驗 在一個 銀礦的一些 廢礦的一個 礦空裡面做實驗 結果 做了完以後 結果是認為說 這個銀礦真的是 根據這個 國家實驗室的報告 是他很多 很多 很多好處 很多認為是一個 非常好的 一個地址 可以做這個 高隙飛到的 最終處置 所以他那個 1970的時候 他就認為 大概 只要花2500萬 2500萬 在1970的時候 當然也是一個很大的 筆錢 不過你按照現在的 這個 Yangan Mountain 據我來說 2500萬 是一個小的數字 是不是 而且他過去 大概 十年之間 就可以蓋成 而且要蓋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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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銀礦的那個 那個廢空裡面 就可以這樣 這樣 結果在不到四年 放棄 放棄 原因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說 他根本沒有 跟地方的民眾合同 也沒有跟地方的民眾 比例代表合同 就認為說 這個地方就是未來的 美國的最終處置 然後呢 另外還有一些 技術上的一些問題 後來發生技術上 就是有一些 一下子 可能會 侵入這個 這個處置部 那這個 鹽 鹽很容易被水抖 是不是 好 所以 如果地下水侵入這個處置庫 鹽成了處置庫的話 很容易地下水就會侵入這個處置庫 所以他就放棄了 1974年就放棄了 1974年的時候 又同時 美國 把原子能委員 把它分成兩個部門 原子能委員分成NRC 之後 美國這個原子能管制委員會 時那個時候開始 NRC跟能源部都分開了 原來叫做ERLA 不過大概只有兩年時間就變成那個 可能沒有分開了 所以那個時候 一分開以後 當然這個找 找這個長子 還是繼續要找 是吧 所以那個時候ERLA 後來變成FEOE 他那個時候選長子的方法 是從美國很大的區域 三十六個州 從很大的 各種不同的可能的母顏 每一個美國大 所以有好幾個不同的母顏 你可以選 然後從慢慢的 包括這上面 這邊上面寫著後幾個州 是吧 有這個鹽 成長的鹽 有這個鹽丘 Salt Blonde 是一種鹽丘 它也是屬於一種鹽 鹽鹽 還有一些花崗鹽 還有這個 玄武鹽 還有這個 火山丁徽鹽 各種不同的 美國的地池分別 然後選 從很大的區域 從這個地池 他們的名稱叫做 Geological Province 就是不是神 它是非常大的區域 好幾千個平方公里 選到一個 一個 region 變成一個區域的時候 變成大概一千個平方公里 然後在一千個平方公里裡面 再選到差不多一百平方公里 然後到差不多一百平方公里 然後到差不多一百平方公里 最後到差不多二三十個平方公里 這樣慢慢衰選的時候 在這個衰選過程 他總是要做一些 初步的一些 場子的測量 就是要挖幾個井 等等之類的 那就受到當地的居民 還有當地的名義代表等等反對 因為那個時候 美國還沒有立法說 我要最終處置 要用什麼方法去做 都沒有立法 所以這個 能源部 要開始做這個東西的時候 地方老百姓都不知道說 你們在這邊幹什麼 那邊挖幾個井的話 是不是要這邊做這個最終處置場 所以這個 就是說 會有這種誤解 當然他那個時候 沒有說馬上這個地方 就是最後的最終處置場 不過 從那個地方的觀念來說的話 很容易就誤解成 你在這邊打個井的話 就是要這邊做最終處置場 你跟他溝通的時候很難溝通 所以當初的時候收到很大的主力 這個過了幾年時間 就從三十六個州 到了一九八零的時候 選了大概六個州 這個是那個時候六個州的 九個可能的地方 可能的湯匙 這個賽的話就放育比較小 這個賽的話大部分都是二十五平彎公里 這個分部 就是瓦丁倫州的 Hankford的話就是 屬於這個 九五人 The Salt 那內華拉道的話 就是Yagamon Yagamon就是火山林輝岩 Botanetop 然後這幾個 David's Canyon 這幾個 分個德州這幾個 都是屬於岩城的 也屬於岩霜 這個是Shot 這個是Shot 這個是動的話 就是岩秋 Shot 這個都是屬於成狀岩 所以那個時候的重點 就是分成三個可能的母岩 一個是玄武岩 一個是火山林輝岩 一個是岩岩 成狀岩或是岩秋 所以大概差不多到有剩下九個 這個位置的話 大家看起來是美國的西半部跟南半部 這個區域非常非常大 這個區域的區域 內華拉多的這個 亞特曼尼亞這裡 王中的這個 玄武岩3 到1982年的時候就五個 剛九個就變成差不多兩個地方了 變成五個 差不多1982年的時候 1982年的時候 美國國會就立法了 要立法這個叫做 核廢要的政策法案 都會考慮一下 1982年的時候 這個 這個我稍微講一下它的背景 1979年山林島事件 那個時候的美國總統是Jimmy Carter 他本身的有一個比較跟其他的 我了解其他的所有的美國總統不一樣的 他有一點核的工作經驗 因為他在當兵的時候 在那個 核的那個 潛水嶺上過當過兵 所以他有一些 有關核知識方面的授訊 所以他對這個核的知識 比較了解 然後又三角世界發展 然後他那個時候就了解 這個 追蹤處置場的選場子的過程 必須要經過一方 所以他利用他的總統的影響力 去推動這個 核廢要政策的力 跟這個國會議員去說服 然後推動這個政策的力法 所以說1985年 他雖然他下來是1981的時候下來 不過1985年這個國會已經通過了 通過的時候 這幾個重點 我講的 我大概選幾個重點給你們提一下 就這個法裡面就說 我們應該只要最後有五個說 五個的話 他就說能量部必須要五個裡面選三個 我就是要做詳細的常識調查 然後總總呢 從這個三個裡面呢 在經過差不多兩年多的時間 在三個裡面選一個 告訴國會說 我這個就是我將來要做這個追蹤處置場 然後呢 就申請指導嘛 是吧 然後NRC就給NRC大概有三年時間 去審他這個申請指導的過程 所以198 那時候規定說 立法規定說 1987年3月31號就要申請指導 然後農業部同時要另外再選第二個 第二個組織團合理性 在選五個裡面再選三個跟統統建議 然後三個做詳細的常識調查 然後在90年的時候再選 再有兩個 美國那個時候想法是要有兩個追蹤組織團 一個在西邊 一個在同邊 然後那個時候也開始收這個 後段基金 那個時候就說 電站發電的時候 然後要有讀論建議要 放在某人組織裡面去 另外一個重點就說 能源部必須要在1998年的年底 要把所有的漁獲燃料歸能源部去管 那個時候的 我會以為的想法就是說 我在1998年那個時候 應該是所有的組織廠都已經幹 開始運作 所以就所有的漁獲燃料都已經是 就是有了能源部來收管 如果這個州對這個總統選了這個場 反對的話 必須要國會兩院 眾議院和三院去投票 去幫他 我覺得要叫他 如果這樣做反對的話 所以這個 1982年這個通過以後的能源部就很忙的 要做這個 這個五個常識的一些選擇 是吧 我看這邊說 主要就是有三種不同的遠遠 是吧 一個是學武員 一個是火葬儀威員 這兩個都是 這個都是 演演 然後這個兩個是沈亂演 這個是林秋 1985年的時候 他出了一個環境報告 是吧 然後這個重要的就是 在1986年的時候 就五個裡面大概就選了三個 這三個 一個是Hanford 這個學武員 一個是Agama的這個火葬儀威員 另外一個是 Olet Smith's Comfort的成縣演 所以這個圓的國裡面 要選擇這三個 然後1986年的時候 人源部出了一樣的報告 這個報告它是 用這個 Wanted Attribute Utility的分析方法 就是說我怎麼樣來去分析這個 這個三個可能的長子的條件 哪一個比較好 哪一個比較好 哪一個第一名 哪一個第二名 比較好 所以他在用這個Wanted Attribute的話 這個方法就是 我在做決定 幫忙做決定的話 我把所有要考慮到的條件 都放在裡面去分析 包括這個經濟問題 人口的分佈 包括固執的特性 安全分析等等 去做一些各種不同的 參數的一些分析 分析的結果呢 這個阿剛芒等式第一名 就是三個 剛剛我提的那個三個 還沒有話 阿剛芒等式還第一名 還有第一名的 那個時候的 很多因素都考慮了 地質跟經濟等等去做過考慮 但是那個時候的 有關這個長子一些特性的資料 不是很覺得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做 詳細長子比較好 所以他那個時候的 這個三個不同的長子的一些數據 有的比較好一點 有的比較沒有見證 而且不是很詳細 而且那個時候的模型 去分析這個安全的模型 也沒有做得非常仔細 主要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為什麼阿剛芒等的排名第一名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說 那個時候的地質水文的資料 認為是阿剛芒等的水的滲透 非常非常少 因為他那個阿剛芒等的 我在尼文園的處置庫的位置 選在差不多離地表三百米 那地下水又離這個 處置庫的位置大概三百米 所以那個時候 估計這個地下水 就估計那個水 降在那個地面上 然後滲透到三百米的下面 可能是非常非常慢 大概只有到十二負七之八 然後最多是零跟五黃 那個時候的了解是這樣 所以這樣的話就認為說 這個阿剛芒等的應該是 非常非常乾燥 處置庫應該也乾燥 不會有很少水進去 即使有一點水進去的話 方向性核數對外的潛移都非常慢 因為方向性核數主要是 就是靠著水牽引 如果沒有水在那裡的話 它牽引就很慢 所以這樣的話就表示說 這個處置庫的安全性很好 不過那個時候已經有 就是說這個報告一出來的話 當然有一些水素機構 包括這個美國國漢科學院 做一些批評 做這個美國內部的這個報告 裡面有一些問題 所以說它這個 用這個Multi-attributes Announce 它有一些數據是根據 寫這個報告的作者的一些主觀 因為它要加一些參數在裡面 那參數的數據主要是主觀的 就沒有參考外面的一些 可能會受到影響的 比較客觀的一些數據 另外還有就是有一些Data 就是說當初用的這些數據 並沒有去沒有很完整 而且沒有去能夠去認證做那個數據正確性 不過有一點我要稍微提下去說 當初雖然是認為說 這個地下水很大會滲透 可是呢到後來 我先給你們一個Hands up 到後來地下水院是 就是待了以後去測量的時候 這個水的滲透度比那個大很多 大了非常非常 可能大了好幾千倍 以原先預測 對 就是說我對這個長準沒有很 做詳細了解之前 你要去做這個分析的時候很難 你要去做這個長期的分析的時候 有時候你沒辦法可能徹底了解 而且等到你去做詳細長期調查的時候 可能就發現有些知識 跟你原來的知識是不配合的 那個不是在沙漠嗎 那不是在沙漠嗎 對 但是火山儀威延是有一些濾縫 所以水會經過濾縫還是會滲透 所以他們有做實驗的時候 就會發現這個水的滲透速度 並沒有想像那麼慢 因為你做地下實驗的時候 就可以了解比較清楚 所以當然這個1986年 這個美國英文部的報告出來以後 國會的議員的一些助理 這個報告比較大 可能寫好幾百月 那國會議員 不曉得錢我以為 大概也沒有時間去讀一百月的報告 可能就找助理報 看一下 然後寫一頁的簡報給一百月的報告 那美國國會議員也是這樣 美國國會議員也沒有很多時間 說他們有助理 助理就每個不同的專業助理去看這個報告 包括鐵輪倫之認為 亞剛幫人是這三個裡面是最好的 所以那個時候 國會議員已經有點擔心說 如果說要同時做這三個 詳細長子調查的話 時間會很長 而且可能要花很多經費 所以我們就三個裡面選一個就好 三個裡面選一個的話 就選這個亞剛幫人 因為剛原文部的報告就是三個裡面 最好的就是亞剛幫人 所以這個修正案 1987年 那個 國會配料法案的修正案通過 通過的時候就 主要同時做三個 詳細長子 做一個 一個的話就是亞剛幫人 那個時候 亞剛幫人的一位參議員 這個很年輕的參議員 叫做Helry Witt Helry Witt 那個時候就非常生氣 說你們當中這個 你們投票 當然是投票 多數還是通過 民主的 民主的最基本的就是 多數 少數不通多數 是 所以 投票要多數通過的話 這個 尼瓦拉州的 尼瓦拉州的 代表也沒有辦法 他不通通 不過他非常生氣的時候 你們這個 法案等於是 不管我們這個州 因為他沒有徵求他 這個州 從那個時候開始 這個尼瓦拉州的 民主代表大部分的居民 所以我們都是感覺 所以一直拖到現在 當中三十年 這個位置在這裡 你們去過 拉斯貝格斯 好幾位去過拉斯貝格斯 拉斯貝格斯在這裡 他位置是在 拉斯貝格斯的西北邊 大概差不多 一百五十公里左右 一百五十公里左右 這個區 都是美國聯邦政府的地 一個是 美國空軍的地 這一塊 顏色比較深的是 美國那邊附著 陛下司法的一些 一些實驗室的地 他剛好在這個 這個邊上 邊上就撥一小塊給這個 民軍部 拉斯貝格斯很可能的 處置最終局的地方的位置 那這個照片 這個照片是這樣 你說拉斯貝格斯的地址 這是一個三級嗎 他是一個火山 你會也火山的行程是 過去大概 一千一百 一百萬到一千十百萬年前的火山 北邊的火山 繼續爆發 然後這個營灰 火山會整體下來 改變成 他有兩種地方 一種就是比較硬的 比較沒有硬 比較破碎的 那這個 處置庫的位置 是在這個 一個硬的 就是有探接的位置 好 那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要討論到這個工程屏障 設計庫要什麼樣的工程屏障 設計庫的概念怎麼樣 這1988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設計庫的概念就是 可能是垂直式的 或是水平式的 那個罐子是這樣 很類似現在 其他國家的那種設計的概念 比較簡單 到了1995年的時候 差不多是這樣子 差不多是水平式的 那個時候有考慮 是不是要 要不要 這個空間 是不是要再 把這個回通 backfield把它填進去 好 那我們再講一下 這個 這個 最終處置場的 詳細詳細調查 要蓋一個實驗室 好 剛剛有的地下實驗室 叫做 Exploratory Styling Facility 就是ESF 其實就是說 我們一般來說 就是地下實驗室 它蓋的實驗室 大概差不多1993年到1998年 所以你剛剛看 我剛剛為你們看這些 工程屏障的一些設計概念 都是地下實驗室 還沒有開始做實驗室 還沒有蓋好地間 是吧 它有兩個坑道 一個是主要坑道 大概差不多8公里長方 然後 那個 那個直驗大概7.75公尺 然後另外一個比較小的 要穿進去這個 處置庫的附近的那個 延放的那個去做 那個是比較小一點 比較短 那它這個 這個主要就是說 去了解一下這個 這個 處置庫一些附近的一些地質的特性 另外 做這個 選擇滲透實驗 也是利用這個 這兩個坑道的位置來做 雖然做了蠻多實驗 現在就是從1990年到後代 就說98年蓋好又開始做實驗了 開了做實驗以後 這個 了解就比較多了 對 這是地下實驗 地質 和選文 選擇滲透針 了解比較多 所以這個工程屏障 EBS 就是工程屏障系統 就開始在改變 這個是主坑道的一個 專坑道的那個 大的那個 那出來的時候 它從北邊進去 從南邊出來 從這個地方從北邊進去 這個主要坑道 大多一點 而這個比較小 它有20多物理 那處置庫的位置是在這邊 你要做實驗的話 就在這個 這個房舍這個 地下實驗室裡面做 這個坑道的照片 好 那個當然也一個 最終處置場的 現在的處置概念就是說 我要屏障 要隔離這個 就是高階廢道的那個 兩個主要的隔離的系統 一個是天然屏障 面就變成四層 天然屏障系統 另外一個是工程的屏障系統 天然屏障系統的話 就是靠地址跟屏障 另外工程屏障的話就是 你要工程設計屏障 使得這個地下水不容易侵入這個套路 這個 Yakamonten的地下 它是在地下水的上面 300公尺 在離地表差不多300公尺 到了2008年的時候 就是說地下實驗室資料比較多了 所以它這個工程屏障系統就改了 它加上這個 一個罩子 叫做drip shear 結果那個時候 就從地下實驗室的結果 就不再認為說水不會滲透到處置的位置 所以它蓋了一個drip shear的話 就像一個雨傘一樣 結果如果地下水滲透下來的時候 我就把水擋住了 就水滲透了把它擋住 不會讓它直接碰到這個 這個金屬的這個罐子 這樣的話就比較不會受到鼓失 是吧 所以它加上這個drip shear的話 這是用這個鈦的合金 所以它用鈦 鈦是現在目前很不容易 腐蝕了嗎 而且很輕嗎 另外這個外面這個罐子的 工程屏障礙的罐子 是用這種核金 叫做arroclone 這個也是現在目前我們 材料裡面 金屬材料裡面是 核金裡面是最不容易腐蝕的 所以它就選了兩種最不容易腐蝕的核金 那這個褚之空呢 也不用其他的前總部 就是說根據很多實驗管裡頭 他們就最後的 身體裏執照的時候的 工程屏障礙設計就跟以前 以前還沒有做地下實驗室的時候的 那這個瞭解不一樣 是吧 就蓋了這個瞭解 蓋了這個鈦的 這個鈦的 鈦的這個金屬的 這個金屬的 造的過散禮山裡面 避免這個 滲透的水直接弄到這個金屬 那就申請直到 2008年申請直到 六月送進去 然後到現在 這個是未來的 步驟要做的 那最後就是 開始工程蓋 然後開始申請 申請接收 國際廢道 六花燃料的製造 但是目前美國的 亞克邦等等只有到這一步 所以你們知道 2018年 好 那2018年 直到送上去以後 美國 美國2018年的年底 最大選一段 大選的結果 民主黨大順化 沒有大勝的話 我幫忙就往上任地震的 第四次任的總統 然後那個國會 所以我幫忙是民主黨 國會 兩個國會 眾議院跟參議院 都是民主黨 已經多數了 那個時候的 Herry Reed 我們剛剛接到1987年 Herry Reed的 這個 沒有辦法做的參議員 到那個時候已經是 民主黨在參議院裡面的 最資深的參議員 所以他是參議院裡面 民主黨的頭 所以他在民主黨的 議會裡面的影響力很大 當然就會影響到 歐巴馬的政府的一些 有關這個亞克邦的政策 所以能源部的部長 在2011年的3月 就把這個執照撤回來 就丟在申請 就停止申請 那個時候他講的理由就是說 他認為這個亞克邦的這條路 走不下去 就是說 太不通了 他認為說應該還有更好的方法 來解決這個 整個問題 能夠達到整個比較廣泛的 整個國家的一些共識 同時在一月的時候 那一年一月的時候 民營部部長 主了一個叫做南代委員會 要跟那個 美國能量部 民國總統 建議說 美國這個未來 核能主要轉出和退掉的 未來的方向 這個南代委員會的 2016年 就他給他兩年時間 2011年出了這個報告 一月出了報告 那裡面有好幾個建議 我只有提了這個三個重點 第一個他認為說 南代委員會的結論會認為 亞克邦們為什麼做了二三十年 走不下去 主要的原因就是沒有得到這個 在這個選堂子的時候 沒有用這個 接受這個concept based 徵求同意的這種方法 去尋找這個選堂子的過程 所以他建議說 未來美國選這個 羅菲藥的管理 或處置上的時候 金融組長 會有用這種 比較能夠得到故事的方法 去來選這個場景 另外就是說 這個 亞克邦主要 當然 中期來說的話 就是美國要做一個中期的集中的 中期的 優惡燃料的暫時組織塔 那個主要的原因就是說 美國的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 能源部 必須要在1998年的年底 要所有的優惡燃料都回能源部管 是吧 但是沒有實現 沒有實現的話 美國電力公司都是私人的 就告到法院 告能源部 沒有去把這個 優惡燃料收歸政府管理 因為他們要帶這個 乾肅組織要花很多錢 還要帶警衛 24小時去管理 還要花很多錢 所以他們就告 每一次告他們都輸 能源部都輸了 這種都輸了 所以每人要賠好幾千萬人 如果這樣繼續走下去的話 這個能源部未來 整個政府未來賠這個電力公司 兵隊可能是好幾美金 那是人的錢去賠 也是老闆娘的錢 所以這個 彭代委員會建議說 那乾脆就早一點集中管理 由能源部來負責 把這個中期的管理由能源部來負責 當然就是要另外選一個 集中管理的地方 那另外就是美國要從頭開始 尋找這個 集中組織的組織場的位置 當然這個 當然這個 艾卡芒等未來 會不會有什麼變化 當然就很難講 因為現在還有一些 一些主機修理系統 就是說有些 法律的過程 有些大軍告 譬如說電力公司告人 要能源部沒有把艾卡芒等審請等等 所以這個 還有一些法院的一些訴訟過程 還來進行 另外 當然美國馬上又要大選 明年又要大選 之外 奧林育動員 大選以後的結果 變成更難 那結果會不會影響到 艾卡芒等會不會重新再回來 這個也是一個會之數 那當然能源部不能夠說 什麼事情都不做 就等著這個明年大選之外 所以這南大委員會報告一出來不久 這兩年前 兩年多前 南大委員會是2012年的醫院 所以過了一年以後 能源部就發表一份政策 政策略 用燃料管理的策略 那他的幾個重點就是 2012年 2021年之後 現在是2015年 在5年6年以後 要蓋一個小型的 這個優惡燃料的集中管理的 甘肅儲存的位置 那那個時候 主要是要先把這個 已經處理的核電站 裡面還放在核電站的 已經處理 但是優惡燃料還在核電站 還要搬走 要把新法直接搬到集中管理 然後到2025的時候 改革比較當心 把所有的未來的可能產生的 用戶人叫做集中 有能源部的管理 然後到了2048年 在這個選長子跟長子調查的方向 有相當的進步 並不是說2048年 美國就可以開始運轉 可以開始運轉 那個高級費代的儲事庫 只是訂出來的這個 策略是2048年 在選長子跟長子調查的方向 有一個很好進步的方向 那到底是不是 如果剛剛我們真的走不上去的話 這個時程到什麼時候 美國才會有儲事庫的運轉 這個能源部都沒辦法預測 可能是 當然是 非常可能就是2051年以後 四五十年以後 我做了幾個結論 就是說 從美國經驗來說的話 美國開始初步的這些 早長子等等 六零年代、七年代 都是很不成功 就是說因為沒有立法 沒有立法的話 在地方做一些 其實做一些很初步的秋天 都很難做的地方 受到地方的懷疑 受到地方的主義 所以到1982年 這個能夠國會來通過 這個國際奧的政策法案的時候 才能夠比較有正式的 整個國家的這個架構 怎麼樣來做選長子 怎麼樣來做這個 做這個獎金堂下 怎麼做 是由能源部來執行 然後有種種批准 然後如果哪個州反對的時候 要怎麼樣去處理 但是他就有整個這個架構 把他寫在這個法案裡 那很可惜就是說 把七年這個邱正案的結論 使得美國政策這個方向的改變 原來是要做三個長子的想像到 就變成這個一個 那這個決定 有一部分也是根據1982年 這個裡面的這個決定的 幫助的這個報告裡面 有些影響 但是也沒有得到這個 尼亞馬達州的成立 所以這個1982年這個邱正案 就是說使得目前這個 為什麼亞馬達州的走不下去的主要原因 就是說你看這個 為什麼亞馬達州到現在還是 沒辦法繼續走不下去 這是一個主要原因 但是未來美國跟少不了 包括台灣 這種組織廠的選擇過程很不容易 時間可能又很長 所以這個 這個 尼亞馬達州的中期儲藏的時間 根據說 乾脆組織的時間可能就很長 好幾十年的時間 可能是超過四十年 那這個就是未來世界 有用核電的國家的未來的去向就是說 你要找一個最終組織廠不容易 所以時間很長 那只好在幾十年的時間 就是中期乾脆組織 那這個中期乾脆組織的話 有一些技術上的問題可能會出現 中期乾脆組織的時間長的話 我們對這個中期時間 這麼長的時間的 用核燃燥在這個罐子裡面 會不會有什麼變化 瞭解不夠 現在目前的知識並沒有很多 它的數據並沒有很多 所以另外就是說 你要做一個追蹤組織廠的整個計畫過程 使得到的領域非常多 不是說只有核光 我想核光在這個追蹤組織廠的 佔的分量非常非常少 我想核光的部分 當然是一部分的 但不是一個主要的部分 你看追蹤組織廠裡面的領域 包括地質水紋還有化學等等 很多材料的很多領域的人 包括社會科學都要參與 社會科學的話都要了解說 怎麼樣跟民眾合同 怎麼樣得到民眾的同意 怎麼樣跟民眾解釋 追蹤組織廠的安全等等 這些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 你如果沒辦法做到這個工作的話 你要追蹤組織廠的工作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廣大領域的一種計畫 而且時間很長 你時間的話就是 追蹤組織廠的整個 從開始到運轉結束是超過100年 你光選長子到尺寸直到可能就好幾十年 你蓋這個廚師上可能也要花個五年 那運轉也是好幾十年的時間 所以整個時間從開始到運轉結束封閉 估計上就是100年以上 所以這個時間非常長 所以這等於是一個誇世代的一種計畫 不是說我今天我要蓋一個高速解錄 可能計畫的話五年可以蓋好 或是蓋一個捷運站 我可以計畫說五年十年 那你這個不是說五年十年 很多變數可能會把這個時間拖了非常長 所以前面提到的那個乾式儲存也要想到是100年以上 就是教授你剛剛提到說 最終儲存廠從選長子一直到最後運轉要100年以上 結束 所以在這個 那在這個還沒有達成之前 那個中期的乾式儲存 就不能夠只考慮四十年或五十年的時間 有可能會差不多用時間嗎 甚至是可能要考慮到七八十年或百年的時間 有可能 就是那四十年可能的三倍都有可能 所以現在美國原子能管制委員會 已經在開始考慮甚至開始做研究這個問題 如果假設這乾式儲存時間 超過四十年 六十年 甚至到一百年 這個乾式儲存 兩百年 這罐子裡面這麼久 這麼久的時間 裡面的用戶燃料會不會有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的數據 美國現在有的數據只有十年 阿拉基神燈 阿拉基神燈 那即使這樣子我好像都會發生流血抗爭吧 所以我說兩百年 我都覺得如果兩百年找得到 我都覺得很幸運 那當然我們要講到這個 追蹤煮食廠的 關機以後的 長期的安全問題 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今天沒有時間講 這個時間是拋棄十萬年 一萬年至十萬年 怎麼樣去做分析 怎麼樣從長期調查實驗裡面 去得到的數據跟發展出來的模型 去推搶未來幾萬年 幾十萬年的安全分析 那這個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美國有做這方面研究嗎 有阿 我們Yama Mountain就是 最後申請執照 就必須要做這個分析 所以我未來 我的意思是說 你把它關起來封閉 然後你 你有沒有知道 美國現在是說 你美國政府如果要放最終組織的話 要跟當地軍人保證 那個地方一百萬年內 地址都是穩定的 那我意思是說 你才運轉一百年 然後把它封閉 那未來的一百萬年 誰來監管 那出了事情 誰來負責 誰來付這個錢 這當然是一個好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現在人類的歷史 人類不會是十萬年 從考古學校看出來的話 幾十萬年 五十萬年 一百萬年 那 他這個一百萬年 幾十萬年 大概是根據兩個原因 所以就是說 放射性核數裡面的 高階廢料裡面的放射性核數 有些半端體非常非常長 好幾十萬年 所以你要計算安全的時候 就是要計算到幾十萬年 好 這到一百萬年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一百萬年是美國的 國內亞科學院 幾年前的報告建議說 你選長子的時候 最好是能夠選在 地址穩定的地方是 時間的 十成是 幾十萬年到百萬年 因為他這個 你在選地址的時候 選長子的時候 如果能夠知道 這個地址過去一百萬年 是穩定的話 未來一百萬年穩定的機會 就是非常大 你如果過去幾十萬年 都是不太穩定的話 你就很難預測說 未來幾十萬年 一百萬年是不是穩定 可是我請教過 台灣的地址學者 很多台灣沒有這種地址 這我們就要請 支持官家 好嗎 如果台灣找不到 過去百萬年內 都是穩定的 那怎麼辦 我請問一下 從今天這樣看起來說 在美國他們從 一開始 這樣一路下來 從來就沒有 把 花剛嚴德 他還當作 經歷不停 就有跪下 所以一開始就被死掉 那九個的事件 你知道為什麼是這個嗎 那 台電現在的態度就是 我們有花剛嚴德 所以我們可以做 可以做 台灣什麼 可以做 實際上 美國 美國選的這三個 最後選這三個 可能的長途 碰得都不是花剛嚴德 對 他從九個開始就已經沒有 他會被死掉 一開始就已經 一開始就 裡面的花剛嚴德 都沒有 那就是說 就是說原因這個 我不太清楚 為什麼 為什麼一開始 衰選的過程裡面 到九的時候 就沒有選到八方 對 他那個時候的 選的那個幾個位置 都是比較 就是剛剛講過那個 那個幾個 當然有一個 我的想法就是說 美國那個時候的幾個中華 我剛剛選了那幾個中華 德州不算 我講的 天亞馬拉州 還有 Henford 另外一個 西莫西克州 西莫西克州 是美國超幼飛道的 自由組織廠 那那個是另外一個計畫 跟那個 亞格曼登是分開的 美國超幼飛道 國防很稱的 超幼飛道跟 亞格曼登是不同的地方 那個 WIP WIP 是有運轉 有十多年 兩三年前 出了一個事情 所以他現在停止運作 在我們今天就不講這個事情 不過他那個 他那個 美國那個時候 選了這三個州的 有一個原因是 這三個州跟能源部 跟核的關係非常密切 因為美國那個 Henford那邊是 有很多能源部的設施在那裡 能源部的一些原子骨 還有一些做後處理的 再處理的一些設施在那裡 高鮮飛道很多在那裡 那那個 內華拉州 美國地下司法反彈 是吧 所以跟能源部的 美國這核的關係非常密切 西莫西克州 也是美國核武器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地方 兩個國家先生 所以這三個州的 跟美國的核的關係比較密切 所以 而且人口比較少 所以這三個州 當初能源部的想法 認為這三個州 比較有可能選到這個 最終組織場 而且也可以看出來 都是在美國西藏部 不上的核武器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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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提到這個工程平壁的問題 工程平壁的問題 那個是可以某些解決掉 台灣地質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因為剛剛提到這個工程平壁 就是如果我們在那個基礎上 稍微經濟一點點 讓那個工程平壁 不要放在 即使是一個過定的地質 或者是沒有那個地質 它不是北方 因為台灣目前看起來是 不可能 看起來沒有 只是沒有 所以有沒有辦法 工程平壁方面設計比較好 是 設計比較好一點 然後慢慢調完之類的 當然是 當然是有可能 就是說 就是說你這個地質條件 不是很影響的時候 是不是有可能在工程平壁方面的 工程平壁方面的設計 做得比較嚴密的話 有沒有辦法克服整個系統的屏障 屏蔽的功能 是有可能 就是說 但是就是說 你在設計上的話 就是 可能就 花了經費就會比較多 這個當然不行 克服的最多最多 是在力學的前面而已 你沒辦法走到那個物理 那個熱力學的部分 是重強一點的 好啦 我回答一個問題 這個如果工程上可以解決 這個地質的變化的話 我們避震也可以防止 就不用避震 你就要 跑出就好了 所以是不可能的事 我作為一個結構工程師 我就必須要這樣講 那是不可能的 你要跟著他破才對 這個在結構力學上面 一個建築物可以做到 它可以耐震到什麼程度 那個可以 那個很強勢沒有錯 但是水化學的這些 它的那個 那個輻射性的東西 會跟著水 跟著流體 會到處亂跑 這個 這裡沒辦法做什麼 不是 你如果結構物 坐在一個地質上 在地質上發生變化 譬如說它發現過什麼 你的結構物能夠 能夠失敗嗎 不會吧 我們是不是可以 請 就是等那個 教授把這個結論講 好 我一直講 好 我這個好像應該是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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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兩個字都是 我寫錯了 這個是最後一章 所以我是覺得 當然就是說 很多不同的看法 就是說你整個屏障系統 屏蔽系統 是包括兩個重要的屏蔽系統 一個是天然的屏蔽系統 一個是工窮的屏蔽系統 就是說你沒辦法 當最早的時候 科學在認為說 天然的屏蔽系統 就可以達到完全屏蔽的功能 但是慢慢的就發現 天然的屏蔽系統 沒有辦法完全達到 需要的隔離跟屏蔽的功能 所以必要加上工程屏蔽 但問題是說 如果這個天然屏蔽系統 屏蔽系統 不是很健全的時候 你這個工程屏蔽系統 能夠做到什麼程度 還是能夠達到整個 系統的屏蔽的目標的話 這也是很難的 因為人的工程 總是很難說 會有問題的 所以說你要 我想這個 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說 我怎麼樣去估計 未來幾十萬年的安全 不管你用什麼樣的工程屏蔽系統 或是你對天然自然的屏蔽系統的了解 多詳細 你總是有很多不確定的問題在裡面 你的天然屏蔽的電話 還有你的做了實驗 你只能做了實驗 實驗非常有限 你做了實驗大概只有五年已經不錯了 你只能夠達到五年的工作計畫已經很好 你做了五年的實驗 數據要把它推到幾萬年幾十萬年 這個也是一個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那你繼續調查水溫調查的時候 你量的數據非常有限 你要了解的範圍是幾十個平方公里 但是你測量的點數分長 所以你的數據的不確定性非常大 然後你在另外一個 你模擬的時候也是有問題 你模擬的也很多不確定性 所以等等這些東西 關鍵就是說我在做這個 追蹤組織的安全運氣的話 你做了 你盡了很大的力量 集中所有的科學工程的能力去 去把這個組織設計得很好 然後去估計未來安全 那你只能做到這一步 然後怎麼樣去跟民眾溝通說 我這個組織部 從專家的觀點來說的話 我們有相當的信任說未來是安全 但是我沒辦法跟你保證說未來 因為你沒辦法證明說未來一百萬年的情況 而且未來一百萬年的情況 對現代人來說並不是很重要 現在人就只有幾十年了 不過你如果是看得比較遠的話 從地質的觀點來說的話 他們的地質是可以看到幾十萬年 地質學家的觀念跟我們一般人的觀念 很不一樣 我本身不是地質 不過你去看地質學家說 你人類的地球的歷史 是好幾個比喻率 好幾十的預算 對好幾個比喻率 你這個地質的穩定性 幾個百萬的 跟幾十個億比起來的話 是一個很小的數字 所以說你從天然跟地質的時間來說的話 我們人類的活的時間是很短的 但是我們只能盡量在這個設計處置上面的話 能夠盡量能夠做 那就想辦法去讓老百姓去 一般的民眾能夠接受這種方法 就是說我們用了核電沒辦法 你用的話你就是有這個處置問題 那你用了以後你總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基本上我們的陳瑞現在的那個 材料科學的技術還沒有到賴 所以我們的飛機 十年他就一定要退休 因為他會幾乎屁 那我們這個罐子 放核廢料的外面的罐子 一組罐子 來跟他周邊的各種單價 因為核廢料會放熱 他會跟環境 他一定會熱脹也說 熱脹也說 他會熱脹也說 他熱脹也說的結果就會照著他技術提供 到時候他就會斷電 徒教授 對不起 可以請教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個今年五月的時候 日本政府就決定 如果說用那個深層地質處置的時候 他們必須考慮一個問題 如果就是說考慮後代技術 能夠處理這些核廢料的時候 所以他們在設計 那個深層地質處置的時候 有一個規範 就是說要求之後 可以再取出 再取出 那請問一下 美國政府DOE 或者那個Yukan Mountain 在做這個計畫的時候 有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 有 當然時間只有100年了 是 就是說100年內可以再取出設計 問題說你100年夠不夠 是吧 到底要多長 這個再取出的設計是一定要做的 因為在放進去的這個過程 一兩百年的 就是從開始把核廢料放進去 到把它封起來之後 之後可能都還要在Monic幾十年到100年 這個地區整個的狀況有沒有失控 有沒有跟原來福氣不一樣 如果有不對的狀況出現的話 一定要畫出來 一定要畫出來 重新處理 一切從零一開始 從頭開始 但是這個Monic 等於至少你是要 100年的時候放進去 大概還要再Monic100年 才能夠做OK 所以當初的估計 沒有太大的區分 可以這樣子畫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剛剛我們看到Yukan Mountain的設計圖 就是放了一個Share Share的那個部分 那看起來那個設備到時候 就是那個桶子是放水瓶式的 放水瓶式的 那這樣子的話 水瓶式是不是比較有利於以後的再取出 因為好像日本的設計也是放水瓶式的 然後就是說 像SKV的是放垂直式的 你說日本比較好像日本的 因為日本現在的想法大概是 可能水瓶或是垂直吧 還是像日本一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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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實驗給我們看的 實驗是水瓶式的 不過日本的處置廠的概念跟美國不一樣 它有一些緩通材料 它有放橫潤土 它設計概念跟美國不一樣 美國Yukan Mountain是不放橫潤土 也不放填充物 回填物都沒有放 這是空的 就是自然的 這邊我補充一下 那個火山林輝源 它本體的主要礦物就是空的 它就是火山的不用礦物 它就是全面的充電物 其實不管是日本的還是瑞典的 他們放的這個 黏土充電物的概念 就是頭丘哈邦等那個 林輝源從那邊借進過來 不是 這個火山林輝源是硬的 它不是軟的 就是說 Yukan Mountain為什麼不放棚潤土的原因 主要原因是 因為它那個地質的水溫的情況 跟瑞典或日本芬蘭不一樣 瑞典、芬蘭 日本都是在飽和區裡面 Yukan Mountain是在非飽和區 非飽和區的話 就是說我的處置庫的位置 是在地下水上面 保護區的話 是處置庫位在地下水下面 下面的話 就是說一直都有水 假設有地下水的話 它可能會進去 所以Yukan Mountain它的設計的時候 概念不一樣 就是說我可以早一點 把這個 用過燃料放棚 你說它溫度可能比較高 所以它必須要散熱 它散熱的話 可以利用空間的空氣散熱 因為它是非飽和區 非飽和區的話 它裡面的空氣是一直在通 所以它利用空間的空氣可以散熱 但是你如果像瑞典或芬蘭或日本的話 它保護區的話 它的高階的非飽放進去 發燃的話 你的溫度要比較低 不能夠超過100度去 那就因為台灣2017年報放 事實上大概一兩年 就是說 底稿差不多 現在就是要進行的 大概不是所謂的國際同財審查 那10月份的時候 事實上 有一個台日高放的研討會 那事實上裡面秀出來的 大概就是我們採取一個 就是瑞典的設計模式 就是SKV的水利的方式 那基本上是會採取一個垂直式的 那根據你這樣的了解 台灣採取這種垂直式的是適合嗎 還是說 你要參考一下 就是水瓶式的一個方式的設計 我想這個水瓶式跟垂直式的話 那我不太了解 在什麼地方有什麼不同 可能在有一些工程設計 或是其他的一些物理的 譬如說熱傳導等等 或是再取出來有沒有什麼不同 這個可能 我不曉得有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 因為 因為你 不管你是放水瓶 或是放垂直式的話 按照SKV這種設計概念的話 它放粉潤土 又放回填物 回填土下去的話 你要再取的時候的話 也是要比較困難 Yakamana這種的話 就比較容易再取出來 它沒有不需要把那些回填物 或粉潤土挖出來 它直接把高階菲藍把它拖出來就好 就是 它的概念不一樣 就是說你如果真的是用這個 這個SKV這種 這個在飽和區域的概念的話 你要考慮到可以再取出來的話 跟從事實際上就比較複雜 你怎麼樣把它再取出來 你用封閉完以後 一百年怎麼樣再取出來 這工作上我當時比較複雜 另外就是去年 我想一個人不要一下問太多 因為人家留點時間給別人 待會兒 假如還有時間的話 請問一下 去年美國好像有提出一個 所謂Waste Confidence 為了這個法案還暫停發了一些執照 一直到去年好像年底 這個法案通過以後 在同行省執照 可以說明一下 Waste Confidence大概是一個什麼樣的來領去嗎? Waste Confidence的來源就是說 有一些反而團體 告這個原子能管制委員會 NRC的 我忘記是哪一年嗎? 我開始了這個意思 不過他告這個原子能管制委員會的主要原因就是說 你用過難料高階廢料沒有一個最終處置的一個路程的話 你怎麼樣能夠繼續運轉 可能變長 所以他那個 所以他那個 所以他必須要 就告到這個法案說 這個NRC就輸掉了 所以NRC就必須要寫這個Waste Confidence Rule 他要公佈出來讓那個老闆 那個 那個 NRC 美國定位什麼規定的時候 必須要有一個Opity Review 後來他通過了 通過的時候 那個時候 他是每隔幾年就要審 要去review一次 有沒有什麼改變 那個時候通過的時候 當然是很早前 那個時候通過的時候 雅干媽等還是要繼續走下去 可能是1989年的時候 所以那個時候有一個 最終處置的一個方向感 他有一個時程說 大概什麼時候 雅干媽等可以開始運轉 所以他就有這個信心說 高階廢料用不然有一個最終處置的一個方向 會有解決問題的方法 那時候被告的原因停止 發指導員就是因為雅干媽等被停下來 直到申請 暫時停下來 那有人就 可以去告這個NRC 那你這個雅干媽等直到暫時停下來 你怎麼會有這個信心說 這個用不然要有這個解決的方法 那後來可能也因為南代委員會這個報告出來以後 那個能源部有一個政策 有一個策略說 我現在先做這個中期儲存 十年 二十年 然後再重新開始選這個處置場 所以他有這個方向的時候 平常是又可以重新說 我有這個信心 美國會有最後一個最終處置的方法 好 那個靳梅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老師 比較好奇那個乾式儲存 就是中期儲存的 美國現在的現狀 你說各家核電廠它現在的乾式儲存 就是跟台灣是一樣嗎 就是都在核電廠內嗎 對 那他這樣蓋的話 他附近的居民沒有反對過嗎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 像他們核電廠有私人營運的嗎 如果是私人營運的 那乾式儲存就是 是那個電力公司要自己蓋 還是繳後端基金 然後有 沒有沒有 電力公司自己蓋 自己蓋 所以他要告我們的美國政府 告美國政府 我講的是那個乾式儲存的 就是說現在暫時先把它 從那個荷蘭要請出來那些 對 其實他們那個乾式儲存現在比例有很高嗎 就是說他們有像台灣一樣 就是說沒有乾式儲存 就沒有辦法運轉核電廠這種困境嗎 有 有 一樣的 他告是因為他原來這個成本 沒有在他的預計裡 沒錯 原來告的原因就是說 美國國會立法的時候 核廢料政策法案立法 1982年的法案立法的時候 有寫說1998年的12月底 所有的漁獲燃料必須由能源部會管 就是說能源部必須要把所有的核電站 電力公司的核電站的漁獲燃料 都有入營地來扣管 因為那時候美國國會的議員認為說 1998年應該已經開始運轉了 墜樓處戰已經開始運轉了 所以他沒有收回來 沒有由美國政府來管理的話 電力公司 私人更新公司 他必須要去蓋這個甘肅儲存廠 要花錢 一個甘肅儲存的罐子 就是有爆發保護箱的罐子 大概有50萬美金到75萬美金左右 將近100萬罐子 所以你一個就要這麼貴 一個核電站裡面的漁獲燃料 可能要有好幾十個罐子 然後甚至有一些核電站已經廚域了 通通拆掉了 他這個東西還是放在那裡 沒辦法搬走 用鐵絲棒圍起來 然後派警衛24小時去監禮 所以電力公司要花很多錢 他每年要花錢 不曉得什麼時候才會運走 所以他都告美國政府說 我花這麼多錢 從19不管什麼時候 所以他告的時間不一樣了 看電力公司什麼時候 開始蓋這個甘肅儲存廠 然後花多少錢 所以每年都有電力公司在告 所以每一次告 告到法院 每一次都是美國政府都輸 所以美國政府一輸的話要賠錢 你賠錢的話 你就未來幾十年的話 這個可能賠的錢就很大 數量很大 老師 那就很久了 你覺得現在剛才是儲存 最久的是幾十年了這樣 你說現在已經美國已經最久了 最久的可能是 可能超過二十年了 三十年 三十年 一九八十年開始 一九八十年開始 可能都快三十年 已經快三十年了 好像是一九八六 所以他剛開始的時候 直到只有八二十年 後來NRC能源部根據有一些測量 他有一些甘肅儲罐子 拿到國家實驗室打開來測量 結果測量數據覺得 就用了甘肅儲罐子裡面十年 去測量數據覺得 情況很好 都沒有什麼毛病 所以NRC就有這個性質 說把這個指導點到四十年 所以現在發指導就可以發到四十年 那有可能再延個 可以再延個二十年或是多少年 這個未來的只有很有可能 因為現在根本沒有地方去 所以就可能會延到六十年 甚至到一百年 還有問題嗎 老師你好 我想請教一下 我想請教一下 那是說我們甘肅儲罐子 一旦開始營運之後 有什麼必要的建立機制 是應該要建立起來的 就甘肅儲罐子 對 甘肅儲罐子 就是說什麼必要的機制 應該要建立起來 OK 我想這個甘肅儲罐子 整個這個過程也是滿重要的 不是說封閉以後 放在罐子封起來以後的追蹤跟政策 整個這個 從這個水池裡面拿出來 然後要放進去這個罐子裡面 然後封閉 吹乾 灌那個氦氣封閉 然後焊接等等 整個這個過程都是滿重要的 必須要做得很好 這樣的話就是說你裡面的 用過燃料在很長的時間裡 因為你一封閉 一焊接起來的話 就沒辦法打開了 沒辦法正收到裡面 所以你要整個這個過程 到焊接之前 包括焊接都要很嚴密的 確定說它能夠做得非常安全 那你封閉完以後 開始甘肅儲罐子的時候 我追蹤就是比較重要就是說 我怎麼能夠去追蹤政策說 我這個冠子金屬的冠子 在這個一段時間 不會受到環節的影響 尤其這個焊接的部分 焊接的部分 比較容易受到裡面 所以這個 這個追蹤 我想台電可能有一些 提出來的步驟 怎麼樣去做一些 實驗方面的追蹤 譬如說放一些樣品 去放在罐子旁邊 類似這個金屬樣品 然後焊接樣品去了解一下 環境的影響 然後把這個樣品去實驗室去看一下 政策一下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所以這個當然也是方法 只是說你都間接了 對嘛 你很難 現在目前的幾乎是沒辦法知道說 整個這個長時間 罐子裡面的運用燃料 有沒有什麼變化 你看不到 所以現在的來講 它不能夠像說 研誤感測器 或是胎壓偵測器那樣子 現在還沒有 還有一個 就是說 non-destructive testing 就是說沒有破壞性的偵測方法 從外面 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去偵測 現在可能有在研究 可能有些國家實驗室 美國有在研究說 也沒有辦法從外面 用偵測的方法 用這種各種不同的質量方法 去偵測裡面的 對 沒有什麼變化 因為這個未來可能就是 未來美國也是一個 蠻重要的一個工作 所以說 這個甘致死瘋的時間 那麼長 你怎麼樣能夠去 不需要打開罐子去 最終那個 真色裡面 有沒有什麼變化 是因為那個 如果說它這個樣子 我們在做樣本 在做外面的樣本才 你發現到說 有洩漏的時候 問題可能是非常嚴重的事 對啊 如果你有 測量到 放熱性的氣體的時候 那當然就有可能 那個 那個 那個焊接的部分 已經受到影響 就是說 裡面有 裡面的 汗氣跑出來 然後外面的空氣跑進去 使得裡面的 放熱性的氣體 跑到外面來 那這個時候 就要想辦法 把蓋子打開 再去詳細檢查裡面的 就問一下有沒有 到底什麼樣的情況 謝謝老師 沒有問題 謝謝老師 沒有問題 謝謝老師 我記得我看過 老師 我記得我看過 三個月 三個月 那是多少 30億 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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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曉安二也 他們也用剛剛老師也有看的 Arrow-22 最抗腐蝕 Arrow-22 那是一種美國研發出來的 為了最終腐蝕的 他們能夠找到的最抗腐蝕 就是Arrow-22 但是後來他們就發現 因為後來我有稍微 當時我在120學的時候 然後去找資料 他說因為那個科羅拉多河從附近經過 所以他們竟然在沙漠下面 有他們當時意料不到的微微的水氣 那個水氣也會造成腐蝕 所以後來為什麼歐巴馬 他最後就宣布把這個停了 因為他下面有水氣 所以他就是剛剛老師講那個坑道的實驗 然後他也就發現說這個最後還是會有腐蝕 那我記得大概30年前我到美國去的時候 遇到那個林信蘭博士 就是他好像也有參加這個 有他幫忙講的計畫 那他告訴我說 當時是剛開始 他說美國政府想要在內瓦達的沙漠 找個地方往下挖多少 然後把這些東西放下來 我說我聽起來好像阿里巴巴斯斯大道這樣 我放了一些東西 不過我那時候問他一句話 我說台灣到哪裡去找 往下挖300公尺沒有水的地方呢 我說這樣我們以來挖10公尺就遇到水了 他說台灣的問題他真的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不過現在問題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就是最終土地我是非常擔心找不到 但是我們不得不去啟動幹事儲存 因為你讓那些燃料放一直放在水池裡面 當然有山腳斷層 河山又有河村斷層 那一旦動起來非常危險 好 我們現在不得不面對幹事儲存的問題 那我是覺得說剛剛老師講說 美國總20年也有40年 你剛剛也放了那個Yoka Mountain的那個圖給我們看 台灣連那樣的地址都沒有 那我是覺得說 如果我們預計200年內 我們都還是找不到適當的最終土地的場址 那我們現在現行所用的這些幹事儲存的桶子 事實上是都會出問題的 那我問過蔡春宏 現在台電正在做的那個 不論是他的不鏽鋼 不論是他的水池桶 大概是成40、50年 那我問他說 那40、50年後如果我們找不到 那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就像俄羅斯娃娃這樣子 一個人一直把它套上去嗎 還是打開再換呢 那我是覺得說如果這樣的話 我剛剛突然覺得 我們根本一開始就應該用AL22來做幹事儲存的 就是說你應該盡心盡力的為當地的軍營 找到全世界最抗服 這是政府至少要為當地 因為你現實的放在核電廠裡面 那些軍營本來還想說我40年我可以處理 我終於可以脫離古海 結果沒有想到還要繼續放那些幹事儲存 所以我就覺得說至少 我不認得多貴 至少應該用全世界可以找到的最佳可行技術 如果那是AL22 至少要AL22來做幹事儲存 而且應該是放在室內 應該很溫和時空跳 然後讓它可以撐醉酒 我是覺得至少要這樣做 用不鏽鋼 然後用那個焊接的 用那個焊道 然後真的是太荒謬了 謝謝 我有一個問題 好好想法 沒有 我的聲音很大 要錄影 因為其實核廢料很多 學核工的人並沒有去研究核廢料的問題 因為核廢料不賺錢 核工賺錢 所以我想請問卓教授 為什麼當初會想要念有關核廢的事情 核廢有百萬年的生意可以做 我知道 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在美國閃電國家實驗室 剛進去的時候 主要的工作 就是說我進去是1988年進去的 進去的時候 剛好那個時候 閃電國家實驗室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 現在嚴重之外的工作計畫 那個是 也是美國NRC指使的 那個研究計畫 那個研究計畫主要就是 要去研究這個 嚴重意外 核廢戰移動意外的一些 發生的破爛率 然後嚴重意外的過程等等 然後對於關節的影響等等 那個時候主要的動機 美國這個嚴重意外事件的研究工作 第一個報告是1975年的時候就出來 然後1979年三年島事件 三年島事件以後就 美國NRC就比較 因為美國NRC以前的這個 核電安全的概念是 就是有一個叫做 Design Basis的External分析 就是說你身體核電彈指導的時候 你必須要做這幾個叫做 設計的基本的基礎的安全分析 你要做這 一二三四五 然後你做這個安全分析 可是這個安全分析 不會使得核電彈到嚴重意外的情況 但是三角事件發生以後 美國NRC就感覺到說 嚴重意外的可能會 有可能發誤會比這個 這個設計的basin還要嚴重 因為那個複藻 不是那個三角事件的時候 也就使得這個 某部分的核燃要溶掉 雖然你沒有穿過 就是無心波 有些部分是不一樣的 所以那個時候 1980幾年 可能大概到1985年的時候開始 所以我進去的時候 1988年的時候 剛好大概那個計畫 大概最後兩張面的事件 結果那個計畫最後做完了 所以1990年做完了 就是1990年做完 我那個時候 當然這個 這個核電站的嚴重意外安全分析的概念 是跟這個 追蹤處置場的安全分析 剛剛非常類似的 就是說我要分析 一個複雜的系統的風險的時候 我怎麼樣分析 不管你是核電站的安全風險 或是處置場的安全風險 主要就是問三個問題 第一個說 有什麼樣的可能事件發生 那第二個 事件發生的負然力多大 第三個說 事件發生的時候 後果是怎麼樣 同樣占問題 不管你是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複雜的設置 是核電站 還是追蹤處置場 同樣相對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有個團隊做這個 核電站嚴重意外分析的團隊 有些人就去幫忙去做這個 追蹤處置場的那個計劃 因為那個時候美國 我剛剛講到 美國兩個追蹤處置場 一個是超六費道追蹤處置場 那個是WIPP 那個計劃 那個時候正是一個很 發展非常快的一個計劃 所以需要滿多人 所以我們裡面的團隊裡面 有不少人就轉到那邊去 尤其有關這個 做這個安全分析方面 系統安全分析的一些人 都轉到那邊去 所以我那個時候 就轉過去那個情況 然後剛好有個機會 就變成一個 變成一個經 所以就關掉很多人 所以我就後來就 比較沒有做這個 技術上的研究工作 不過也給我一些機會 可以參與到各種不同領域的人 所以我那個部門下面 有水文有地質 有和風的 有統計的 有材料的 什麼都有 所以就比較有機會 參與到各種不同領域的人 才能夠去了解 這個追蹤組織計劃 真的不是只有一兩個領域的工作 是很多領域的人要一起做的 而且大家一起要合作到好多人 所以那個計劃 是1996年直到申請 1998年、1999年下來 那個時候這個計劃就 工作人員都減少很多 因為已經開始預轉了 不需要做很多研究工作 所以我們這個團隊 有些人就轉到亞康蒙去 我是包括其中一位 轉亞康蒙去人 好 我想我們的時間的關係 假如還有問題的話 就私下了啦 私下來問 那不然 明天下午呢 有一場在台大的共同教室 明天下午 假如大家還沒盡興的話 反正就明天下午在台大共同教室 在台大共同教室 對不起 還有一個廣告 我們明年的一月快遞的時候 我們又請一個South Carolina 到台大共同教室 然後我們會為一些 林齊